實驗之前來測一下現在的血糖值是多少 血糖是150 距離喝可樂時間已經過了兩個小時多了 血糖是100 所以你可以看到血糖都是在一個%狀態之下 這個是可口可樂Zero Sugar的口味 它是無糖無熱量的 600cc 然後主要的成分有碳酸水 焦糖色素阿斯巴甜 然後有一個蔗糖素是甜味劑 我們可以看到它的碳水化合物這邊是0 0 熱量也是0 你好我是順子 今天要來做的食物生血糖的實驗是這個 可口可樂無糖無熱量的口味 來看看它生血糖的情況是怎麼樣 那一樣實驗之前來測一下現在的血糖值是多少 好現在時間是9點36分 血糖是150 那我早餐沒有吃 照以往的這個操作方式就是做這個實驗都不會吃早餐 那不會打塑膠胰島素 也不會運動也不會吃其他點心 那早上起床之後有打一個基礎胰島素 那照我們一貫的這個實驗的流程來這樣做的做這樣的操作 那我手臂上的這個小白呢 它是雅培的這個Freestyle Liberlink CGM連續血糖監測 那我只是用手機去感應 它這個裡面的血糖數據是多少 因為它可以24小時不間斷的監測血糖 這一罐是600CC的 那我現在就把它打開來喝囉 小心一點沒得噴出來 因為我剛剛有晃到 那因為它標榜無糖嘛 那碳水化的味道又是0 所以一次就給它喝多一點 600 我覺得它喝起來的口味跟那個紅色的 原味的還是那個甜味還是不一樣 因為它這個用代糖做的 其實原味的是比較好喝的 好 那把它喝完了 晚一點再來看看 這個喝這個Zero Sugar 可口可熱 有血糖變化 這種還是慢慢喝好了 一次喝太多 那個氣一直噴上來 今天是要從帳襪回宜蘭 那中間在關西休息站 這邊休息一下 上個廁所 現在時間是11點50 那距離喝可樂時間已經過了兩個小時多了 那來看一下現在血糖值是多少 好 血糖是147 好 繼續出發了 我們先來看一下 今天喝了600CC 無糖的可口可樂 它的血糖變化 那一樣打開這個治抗糖APP 那今天16月25號 好 那你可以看到 早上的血糖大概都120幾 130幾 沒有吃早餐 那在喝這個可樂的時間點 大概是9點32分 33分左右 血糖這邊的紀錄是154 那你可以看到 喝了600CC的這個無糖可口可樂之後呢 都大概在150幾左右 都平的啦 這個血糖是呈現一個水平的狀態 那9點半嘛 一直到大概下午的1點半 1點35分 血糖是144 所以你可以看到呢 這個血糖呢 都是在一個平的一個狀態之下 所以沒有血糖升上來 血糖都還是持平的狀態 沒有把 讓這個血糖升上來 所以呢 就可以證實 這個無糖的可口可樂呢 ZERO的Sugar的這個無糖可口可樂呢 它真的是不升血糖 所以如果你喜歡喝可樂 但是你又怕血糖高 那你可以用這個無糖可口可樂的這個口味 來取代 紅色的那一種的原味 那你就可以知道 血糖就不會升上來 不會升那麼高 我是第一型糖糖病的病友 那我的病史已經有22年了 在這個影片裡面 有簡單的介紹一下我過去的一些狀況 還有我的一些有沒有病發症 這些的內容 那我做這些影片呢 主要是想讓大家知道 哪些食物它是會升血糖的 它是升血糖的幅度是多少 那希望我們糖的病友 知道這些食物 升血糖的幅度之後呢 你可以透過這些食物的分量 去調整去控制 讓我們的血糖不會升得那麼高 那同時呢 也要規則的使用藥物 好今天影片就到這邊 那歡迎你訂閱我的頻道 那我們下次再見囉 掰掰